一段话惹了一家人不高兴 这是沈富雄 最近在一个谈话节目当中 他批评于天的儿子于祥全 说他在于天担任立委期间呢 他是一个不像样的国会助理 那么此话一出呢 于家人非常不满 其中互而心切的李亚平扬言 如果沈富雄不道歉的话 他就准备要提出告诉 而为了证明自己不算是靠霸一族 目前三个姐弟呢都开始上班了 但是上班没几天 于祥全是经常性的迟到早退 单手拿着扫把 不时推推眼镜 在前来扫地板的沈富雄面前 直接摆出不耐烦的脸色 或许于湘全就是这样 漫不经心的态度 让沈富雄看不下去 于湘全意思意思扫个两阶 沈富雄日前就上政论节目痛批 于天担任立委时 儿子于湘全是个不像样的国会助理 还说连地都扫不好 怎么可能会做好国会助理 此言一出引发于家人不满 扫地标准每个人不一样吧 好像会就是会变成人家公司的标 好像麻烦 委员把子女带在身边帮忙的 云湘全并非第一人 立委黄昭顺的美女 一生女儿陈金辉不只助选西京 专业跟备受肯定 另外还有前立委朱凤芝 郭素春也都请自家子女担任助理 工作表现有目共睹 反倒是于湘全频频出包 我们家一定不经心经历的 哪一小孩不会帮助我 选民逐游的时候 他也都会 他能上忙 他当然就会去做 于家三姐弟目前在神级公司上班 想证明自己不是靠霸足 护子心切的李亚平更扬言 要是沈富雄不道歉就要提告 只剩儿子能力遭质疑 如何拿出亮眼表现 恐怕比提告更实际 周年新闻刘家伟 陈乃鱼 台北报了